好了,我们回到圣经经证读 我们看诗篇卷一,就是诗篇的第二篇 微彩画诗篇,这个内容放在牧羊专页里面 我们看到诗篇第二篇的第十节到第十二节 就是第四点,就是严重的警告 好了,第四这里就是严重的警告 第十节到第十二节 这里这么说 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 你们世上的审判官应该受管教 当传畏惧是奉耶和话 又当传战经而快乐 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 你们就在道中灭忘 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 凡投靠他的都是由福的 第十节 这里说到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 你们世上的审判官应该受管教 审判官是掌权者 该受管教原文是让自己被纠正被告戒 所以也在说接受宣戒 第十节这里说的就是圣灵向人间的君王 并审判官发出警告 虽然是向官长警告 但其实都是向所有人发出警告 圣灵现在在这个恩典的时期 向到世人呼唤 要他们快快的醒悟 凡是现在听到声音的人 必要蒙父神的爱护 正如每个人都有两条路简 就在诗篇第一篇第六节里也这么说的 每个国家只有两条路 一是因为背叛神而自取灭亡 或者因为信服神而有永恒的快乐 但是这个时候还不是最后通叠 而是神恩典的邀请和呼召 第十一节 当全畏据事奉耶和话 又当全战经而快乐 我们今天向神 全畏据的心 将来审判的时候 就不用再害怕了 我们在神面前全战经的心 是必要得着从神而立的快乐 而这种的快乐 不会好像罪终之乐那样短暂 而后话无窮 第十二节 当耳嘴亲子恐吓他发怒 你们就在道中灭亡 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 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耳嘴亲子就代表着信服弥赛亚 古代中东的被征服者 用亲吻征服者的脚来表示神服 世人是因着肉体的骄傲 和不信的恐惧 就将神和弥赛亚的管理 看成是捆绑和成索 其实神的慈成哀索才是对人的保护和祝福 因此凡是投靠未赛亚的都是有福的 其实这个亲吻是希伯来人的风俗 这里就表示到恭敬顺从 在撒母尔记上第十章第一节里说到 撒母尔就拿着高尔倒在素洛的头上 跟他亲嘴就说 这个不是耶和华高尼做他产命军吗 也都是表示崇拜的 职王基上十九章十八节 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有七千人 未曾向巴力屈塞 未曾向巴力屈塞 未曾向巴力亲嘴 这个就是对着以利亚说的 然后路九福音七章第十八节 这里表示亲爱友好的心情 在那个城里有个女人是一个罪人 就知道耶稣在法利财人的家里坐植 就拿着装满了香膏的玉瓶 站在耶稣的背后 靠近他的脚就哭了 眼泪就整湿了耶稣的脚 就用自己的头发去抹干 又用嘴连连清他的脚 就把香膏抹在上面 所以这个动作就是希伯来人的风俗 就表示到亲爱友好的心情 圣灵所要的就是要我们跟主耶稣 有一个这么好的关系成为物友 他是引我们到主耶稣面前来的这个介绍者 就是这个圣灵 在阳福音第十四章里面讲到 我要求父 父就令我赐给你们一位保卫师或者焚卫师 叫他永远和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了 那是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也都不认识他 但你们他是认识他 因为他常和你们同在 也都要在你们里面 但保卫师就是父 因我的名所要猜你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而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十三至十五节这里讲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到你们明白 进入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讲的 乃是将那个所听见的都讲出来 并且要将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你听 他就要荣耀我 因为他要将受冤我的 告诉你们 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 所以我说 他要将受冤我的 告诉你们 父神已经将和好的道路 已经打开了 现在就是等人来 就是向他信服 所以圣灵向人呼唤 要他们快快与子亲嘴 这个恩典的时候快要过去了 他的怒气快要爆发了 所以就要快快和他接受他的救恩 犯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就是我那些任意妄卫的 必在自己的道中灭亡 其实是整篇的这个 这个梅塞亚的报导师 其实我们看到几样东西 我们听到世上万民的圈骂声 另外呢 听到君王的哭叫声 同时也听到父神的痴笑声 接着呢 我们就听到神儿子的宣告 而最后呢 我们是听到圣灵的呼召 所以呢 就是包括了圣父 圣子圣灵的声 我们都听到 温黄的声听到 世上万民的声音都听到 所以这里呢 所有人的声音都在这里 神已经打开了和好的道路了 也都预备好了永恒的福气 就是等人来呢 就是投靠神的乙子基督了 好 那今节呢 就讲这个 诗篇的卷一 那第二篇 就是尼彩岸的诗篇 就讲到这里先 那我们呢 第三第四派呢 之后呢 我们仍然会继续讲的 那这个内容呢 就放在牧养专页里面 我们圣经证读 我们原则带透过圣灵 明白圣经 通过圣经意识的圣灵 我们理念可以教导牧养宣教 来到荣耀神光临角度的 那今节呢 就讲到这里先 祝福大家